我想30多万买一台特斯拉Model Y 这个事大家都已经知道消息了 所以对这台Model Y来说 大家已经看到各种各样的静态的测评 没想到吧 今天我们蹭到了一台车 终于可以把它开起来看了 但在开起来看之前 我们正好旁拍一台Model 3 所以两台车往这一放的时候 不比不知道 我才发现两台车上 其实像这些大灯尾灯等等 都是一毛一样的设计 就在降成本这件事情上 特斯拉可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来做的 在以前来说 大家可能知道 我并不是那么喜欢特斯拉 作为一个开电动车的驾驶员 但是却对特斯拉不是那么感冒 那我觉得今天有机会 来开一开这台Model Y 正好也和大家聊起来 就我对这台车的一些感受了 应该说放出这个价格的时候 我们还觉得 这个价格的确是给了人 很大很大一个惊喜的 以前我们都觉得特斯拉是一个 跟奔驰跟宝马去PK的品牌 但是马斯克也说了 其实我们更希望特斯拉是一个 能够去打大众的品牌 去打丰田的品牌 所以他现在出来的样子 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去接受一个 正常的一台特斯拉 OK 那这台车简单就这个样子 我想外观已经大家都看完了 我们就不用再去看太多的 那我们看一下内饰好不好 来 我们摄像老师从这边进来 那再看到这套内饰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这套内饰是不是跟一台Model 3 几乎就是一毛一样 没错 这套内饰 我觉得可能就是直接把Model 3 给搬过来了 因为这两台车所有的 这些零部件的通用率 达到了70%多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你妈妈要发一个馒头 结果放多了一点酵母 就把它一下 发成了一个大馒头 两台车是一个平台上来 去做到的两个版本 那我们现在所拿到这个版本 就是一个普通的版本了 不是那个传说中的Performance 那个百公里加速 三秒多的那个版本 现在咱别想这个 那至于这套内饰的话 我想 说句不好听的 好像今天说啥都可以 我是觉得这套内饰 对于一些人来说 可能会比较喜欢 就喜欢它极简的设计 北欧 性冷淡的风格等等 但是我是觉得这套内饰 如果你要跟一台蔚来的ES6 我会更喜欢蔚来的那种感觉 就这套东西太简单了 咱说一台三十多万的车 你好歹你说你比不过一台蔚来 你可以一台吉利 长安比亚迪比一比 这内饰我觉得比不过吧 但这个东西属于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来我们来上车 坐一下 开一开 看看这个感觉是什么 好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赛道里开过一遍了 所以 就不给大家开太多的 太仔细了 我有一张卡 好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点火 找人挂地档 那和我们之前开过的Model 3等等 很多的车一样 特斯拉就是一台电车 开起来该有的感觉了 对吧 那这台车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在赛道里面 去跑过几圈了 老实说 老实说 虽然我对特斯拉没那么感冒 但是我还得要夸一下 特斯拉Model Y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台车开起来的那种质感 比起要强一些了 而且它是特斯拉的Model S Model X Model 3和最新的这台Model Y以来 我觉得最像车的一台车了 以前你比如像Model S 我特别受不了那把座椅 就是我买到一台日常代步的车了 你还给我一把类似的那种赛车一样的座椅 薄薄的不舒服 到了Model 3的时候 它终于开始变舒服了 但到了Model Y的时候 这把座椅开始变舒服了 然后这台车开起来的那种感觉呢 也开始像一台正常车的感觉了 发动机 不叫发动机 叫电机和电子之间 这些机械电子之间的配合 在这台车上 我觉得找到了一个平衡的点 特斯拉终于开始会做一点点车 就比如像我们说以前那种电子稳定系统 无端端的介入的感觉 我在这台车上调的真的是好了一些 还有呢就车身给我们的那种感觉 上来呢也会有一些这种 会来的像一个正常的一个SUV的那种感觉 而且某些程度上来说 它的NVH还真不是一台奔驰宝马奥迪 可以比得了的 电车的特性的确就是这样 还有这个小小的方向盘 尽管我觉得这个方向盘简陋了一点 但是当方向盘变小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小小的东西抓在手上 那爽还是比较爽的 爽还是比较爽的 有一说一 咱也不故意去黑人家 这车还是有自己可取的一些地方的 就说到最后 30多万的价格 你会去买一台奔驰的GLC 奥迪Q5 还是买一台特斯拉呢 这么说吧 如果你对特斯拉这个品牌 有着强烈的爱好 你特别能够说服自己去接受一些东西的话 那我觉得一台Model 3 Model Y也不错的 但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超实用主义者 像我这样的超实用主义者 我觉得我可能会买一台内饰更漂亮一点的车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